你好 你好 好 来 做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小梅 我来自辽宁沈阳 我今天是想跟我的老板告白 我是他家的保姆 我想问一下 这种告白是基于哪方面的告白 是感谢 感恩 还或者是爱 是我爱他 你爱他 是的 我18岁的时候 我就到陈哥家当保姆了 他给我的感觉就特别绅士 特别儒雅 所以我心里边那个时候 我就暗暗喜欢上他了 当你发现你喜欢上他的时候 你觉得这种喜欢可以延展为爱情 我当时没敢想 那时候一个是年龄小 完了我觉得跟他身份啊地位啊 都不太相配 陈哥有孩子吗 他有孩子 丹丹吧 我觉得他挺可怜的 因为你说他六岁都不到 那时候他就没妈了 我就对他特别好 那丹丹有没有开玩笑跟你说 你就做我妈妈吧 说过吗 他说过呀 他就说那个小梅姐 你看要不你当我妈 其实我自己没这想法 我真没这想法 你不是一直想一直以来喜欢的吗 我那是暗恋 我是觉得就是说 就是因为 我觉得他也喜欢我了 我是觉得他也喜欢我了 你怎么觉得他喜欢你了 因为他跟我买房子了 我觉得一个男人能给我买房子 肯定是他喜欢我的表现 所以我现在才有这想法 要不然我 我说心里话 你说我在他家当保姆 我身边有这么一个优秀的男人 我已经很知足了 我根本就没想那个怎么样 但是他对我这样 我觉得 我觉得他就是喜欢我了 说说买房这事 我去年我不过生日吗 他把钥匙给我 我就挺纳闷的 我就问他 我说这是什么呀 他说这是房子的钥匙 他说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我当时一听吧 从心里边我是挺吃惊的 我是觉得 在谁洋给我买房子了 那你说我是不是就是洋人了 那我和诚哥之间的距离 就门当户对了 对啊 想那房子多大呀 那房子八十多平米 好像四十多万吧 四十多万 诚哥很有钱吗 他做生意啊 做生意的给自己家保姆 花四十多万 这估计也不是常人之举 当然了 所以我才觉得他喜欢我吗 那你 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 本来就是嘛 他要是不喜欢你 他怎么可能花那么多钱 给你买房子呢 是啊 自古以来就大房二房嘛 其实如果家财万贯的情况之下 给保姆安身立命 给他买到房子 然后让他成家 有自己的生活 然后能够一辈子跟家里面 形成一种联系和照顾 让他一辈子在我家里工作 这也算是一种安定 我觉得这也有可能 大家支持小梅的这样的方式 觉得诚哥确确实实是爱小梅的 请用感叹号表示 否则请用问号来表态 三二一请表态 饼干 你现在是小梅唯一的希望 你为什么认为诚哥是爱小梅的 小梅今天的表白是有希望的 觉得一个男人 如果他有那么多的礼物送给他 而且那又没有向他表白 我觉得他就是一种默默的爱 因为老板对保姆好的话 保姆会对孩子更好 他希望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对 我觉得这个小姑娘 其实是误会了 一个老板给一个尽心尽责 在自己手下工作了八年的员工买房子 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一个奖励 而且我觉得买房子 还有另一道异味 可能这个家里会有新的女主人进来 希望你搬到你的房子里面 这是个靠谱的想法 对 搬到你的房子里面去开始你的生活 诚哥找女朋友了吗 现在在交往吗 没有 我觉得啊 这个雇主呢 他其实是心里有数 你喜欢他 他呢就用钱去还你的感情 我已经把这儿就当上我的家了 我并不是觉得我 我就是保姆啊 就是该干一些活什么 我就干不该干的 我就偷懒惰什么的 我真不是那样 就是你不是为了一份工资在这儿干 我根本就不是为了那个 那就扯了就是有一次 就我妈病了嘛 就跟诚哥说 我说我要那个回家 照顾一下我妈 我请一个月的假嘛 他还把工资卡里 多给我打了一万块钱 对啊 另外冒昧地问一下 你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钱 四千块钱 那诚哥老给惊喜啊 诚哥老给惊喜 那我想问一下 他不光是这事给惊喜啊 还有什么惊喜啊 你别把我惊吓住了 你不会 你搞我也想转行当保姆去了 不是 但是我觉得他这事做的吧 就是就是我觉得 暖人心 对 就是那个 就是我来他家 诚哥就给我抱了一个美容板 让我去学学习 诚哥不光是关心你 还教书育人呢 叫你学习手艺啊 这完完全全就是 把你当亲人看待了呀 对不对 全方面打造你 对 那我想问一下 诚哥一次又一次 给你的惊喜 给你抱美容板 给你买房子 这种种惊喜 你都豁然接受了吗 我不接受能行吗 你 我的意思是指你有拒绝吗 你有拒绝吗 因为你觉得 因为我觉得诚哥说的有道理 但问题是 你的额外的获得呀 你就我就这么跟大家说 无关不受路嘛 你先等会 我是在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 我16岁的时候吧 我就跟我们同村一个男孩 我们俩就好上了 他家不同意 俺家也不同意 完了呢 我俩就跑出来了 在安山那个 一个饭馆里边打工 在饭馆 我万万没想到的 就是 他 跟我的一个好朋友 背着我 好了 我当时就感觉有一种 就是被人抛弃的那个感觉 然后我就 一个人我就跑到沈阳了 我在沈阳 后来我就 当保姆了 有一次我 我碰上那些吝啬的那些雇主 我去他们家 我干完活了 把他们家的剩菜剩饭给我吃 我当时觉得我自己特别不像人 我就干点家伙活 我挣点钱 我养活我自己 我怎么这么难呢 我 所以那个时候 我根本我就 我不相信什么感情了 我也不相信男人 你知道吗 我碰上诚哥 你说 他给我报美容班 他让我去学习 然后 我妈病了 他还这么 给我拿一万块钱 我觉得我不是说 因为诚哥 有钱 因为他什么都给我买 什么的 我就觉得他好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你知道吗 我是觉得诚哥 他对我妈好 他对我好 而且 他 他对他身边的人 都也 也好 这么一个有爱情的人 这么善良的人 这么优秀的男人 忘了谁 谁都不爱呀 对 露雪 你好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陆雪 我是李楠的女朋友 我今天来 就是想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此话怎讲 什么叫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以前还给过他很多机会 是吗 我们俩在一起三年多了 他对我都好 我都记 我现在只是简单的想希望 他能够信任我 他能够尊重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一个喜欢你的人 天天跟你在一起 有说有笑的 我怎么办 你让我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 我们怎么有说有笑了 你们在反体谈那几十秒 你们到底干什么了 我真的 我不想再解释这件事情 我已经跟你解释了很多次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 我再说一遍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 你一个上司那么有钱 开一个大奔 他至于点一把破産出来吗 这件事我解释了无数次 我无论说什么 你都不相信 你要我怎么说 我说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 你以前跟他怎么解释 散相那几十秒 我那天下班 我要去见客户 上司说送我 他说顺路 结果外面下了雨 我没有带伞 他说我们一起走吧 我们俩就一起走 结果到了车 车旁边 收伞的时候 伞架卡了一下 我说我来弄 我上司说我来弄 我们就因为这件事情 耽误了几秒钟 可能这个时候就被他看见了 但是你们已经在车旁边了 还修那伞 干什么呀 直接进车呗 因为我们收伞的时候 伞架这个地方卡住了 我根本就够不着 我肯定要点击一下 我去弄啊 他举着伞 可能这个时候 我弄伞的时候 伞就滑落了下来 可能就被他看在眼里了 他就揪着这件事情 不停地问我 每天问我 陆雪 我是你的男朋友 他公开挑衅我 他打电话跟我说 配不上你 他怎么公开挑衅你 我真的受不了 一个喜欢你的人 天天跟你在一起 有说有笑的 我怎么办 你让我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们怎么有说有笑了 为什么加班的时候 只有你们两个人 去几次我们俩都在 其他东西不在吗 我在外边看到你们 有说有笑的时候 我进去你们就分开 你躲着什么 你怕我看到什么呀 我跟我上次做了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告诉我 你看到了什么 你不要看到一些 什么都没有看到 你自己在这 胡编乱造型吗 这样 你说清楚了 我们可以理解了 但是他的不理解 你能理解吗 这个话有点绕 我其实一开始 我是能理解的 因为他会知数 我知道 杜老师 我知道 我完全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 他每天 问你这同样的一件事 我真的 我觉得他完全不相信 我们俩在一起三年了 我怎么说他都不相信 如果有监控 我真的喜欢把监控 掉到他面前上 来看看我在做什么 李楠 我在做什么 我当时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好吗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值 给你个机会 我以前也不这样 你知道你上次喜欢你这事吗 我觉得他说挑衅他 我不太相信 你信不信你上次说过这句话 就喜欢你 跟他说 我相信 说实话 我上次从来没有跟我表白过 但是 平时我能感觉到 他感觉到对我有意思 是 如果那个女孩 80后的李嘉 是李楠的女上司 她 明确的表露过 她喜欢李楠 她每天下班送她 而且打电话告诉你 说她喜欢李楠 请问你做何感受 我说过 其实我能理解李楠 嗯 好 我也会吃醋 我问的就是这个 另外问一下 这个 今天是你一个人来的 嗯 附老师 我不知道他今天来不来 但是我今天已经给他发过德行了 如果他今天是个男人的话 就今天给我站出来 有没有人在第二现场 啊 有是吧 做好准备啊 有第二现场有人 明白 明白 啊 来一起回头 让我们打开第二现场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任伯文 就是陆雪的上司 哦 你今天为什么站在后边 你为什么不站到这儿说 我觉得你冷静一点啊 上台的话 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主持人应该也看到了 他现在这种状态 他的状态似曾相识 很像年轻时候的我们 年少气盛啊 可以理解啊 你还是比较成熟一点 是吧 我想问一下 你是不是跟这个 李楠说过 你喜欢陆雪 那我今天不怕 当所有人面再告诉我这一次 我是喜欢陆雪 陆雪 问一下 什么时候喜欢上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不向陆雪表白 因为我知道他有男朋友 所以我一直到今天为止之前 我从来没告诉过陆雪 我喜欢他 更没跟他表白过 也没有追求过他 我怎么了 难道我没有喜欢别人的权利吗 你有什么资格喜欢 他是我的女朋友 他是我的女朋友 但是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今天你却在大家面前 说出了你喜欢陆雪 其实我今天来这儿 是想把这事讲清楚 而且没有说今天要在这儿 跟陆雪表白 你已经说了呀 你已经说了呀 对 是他男朋友问我 我为什么 我觉得我坦荡荡 那我可以理解 你表白了自己内心 最真实的感受 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你接下来跟陆雪还要在一起工作 但是你今天已经说白了 那你们还怎么在一起工作呢 吴老师 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 首先我是有喜欢别人的权利的 而且在我们接触的过程中 我很尊重陆雪 陆雪他也很尊重自己 反而现在是他男朋友不尊重自己 更不尊重陆雪了 我是不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什么 还是你觉得我们做什么的 你都你都跟陆雪说那些话了 我还放心 你跟陆雪在一块 我今天在这 我可以保证 我跟陆雪就工作的时候 生活中 从来没有做过跨越道德的事 你还想做什么事 你你觉得我做什么 你想跟陆雪发生什么 我觉得吧 李楠 你现在这种态度的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正常讲话 所以希望你先学会尊重别人 好不好 我问一下博文 如果他们分手的话 你还会继续追陆雪吗 如果分手的话 我一定会追陆雪 如果他们今天还是选择在一起 你会选择祝福吗 我尊重他选择 汪云 你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吗 不要回头 你觉得他来了吗 你感受到了他吗 我感受了 他来了 他肯定会来的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一个人再也还不迟 我不愿意独自走过 风雨的时分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谁说这世界的 我不愿意陪你到永恒 你到后 爱情的 起身是空城 遗了 你被自首套和笑声 最后 你去带走你脆弱不感染 和我最放不下的 愿让你一个人 一个人再也还不远 我不愿意独自走过 风雨的时分 你结婚吗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就说这世界的残忍 我不愿意 泪你到 来 请到台前来 你说呢 我给你 她是归乱 你好 身体怎么样 每个星期间 直偷袭 两次 你是知道自己病情 经常去治疗 在医院治疗 做偷袭的话 要通过病人之间 不想交流 交流妈妈知道 我看你好像 腿脚有点不变了 现在这个腿已经麻木了 拿个凳子来坐一会儿 好谢谢 您今年贵庚呢 52岁 52了 比她大了整整16岁 其实有一个心情 是很奇怪的 就是你的妻子 不能说你的妻子 你的未婚妻 知道你患了绝症 但她瞒着你 我担心她 怕她痛苦吗 但是你现在要跟她离开 你不更是让她痛苦吗 长痛不如短痛啊 长痛不如短痛 很多事说到嘴巴上 挺有道理 但是到了生离死别的时候 大了艰难抉择的时候 做起来没有那么容易 现在我觉得拖累她了 不能够再拖累她 感觉到 也没有这个能力了 没有这个能力 现在继续地来克服她 来对她好 那你想怎样 就这样吧 慢慢地 我们就分开吧 感谢观看